我们所制作的专题为磁场辐射电能转换装置 那我们做这个装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基本电穴的原理 然后这个装置又可以让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时候 让学生更加了解这个装置 也就是磁声电的作动原理及方式 那我们一般的交流电为一阵一阵 透过法拉、透过安培右手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磁场方向相反 那我们这个装置主要本身是为了吸收电线所产生的肉质 如果我们将两条导线都放入这个装置里面 那它的磁场方向相反会互相抵消 那我们这个装置就不能作动了 我们将导线拆开 由一端进入这个装置里面 这装置是由20个铁心并延而成 然后由安培螺旋得知 导线产生的磁场 经由铁心吸收产生交流电 然后经由我们自制的 自制的整流器 由端子台经过桥式整流 经过电容滤波 再经过7812的稳压IC 稳定输出12伏的直流电 再透过我们 再透过鳄鱼甲 自LED灯条 然后现在我们先 启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装置 我们这个装置是先由导线经过 经过这个装置 然后再经由铁心吸收 然后再经由我们这个自制的 面包板及三星铿线 经过整流器 经过端子台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 及7812的稳压IC 那我们导线的另一端 我们另一条导线是接至对照组的 一次侧 然后一次侧中路电流产生的 产生的磁场由漆钢面吸收 然后由二次侧法拉第护感产生电流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装置产生的 我们这个装置效能比较小 所以我们直接 没有不经过稳压IC 我们直接由端子台 然后桥式整流 及电容滤波之后 直接到这五颗LED灯 然后我们这个 对照组 我们这两个装置是一个对照组 然后我们这线圈所产生的效率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撕比较多的LED灯条发亮 那我们这个对照组 吸钢键 所产生的装置 它的效率比较小 所以它只能让五颗LED灯发亮 所以我们的话 实际上能够会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